嗨,大家好,我是莫菲 给自己一些专属的时间 静听心里的声音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文章 题目叫做 最舒服的关系是可以说废话 很喜欢刘童写的一句话 舒服的感情是你聊起任何话题 对方都能聊得下去 不是因为对方见多识广 而是对方极其感兴趣 哪怕是那些浪费时间的废话 看过一项心理研究 一个人说的话假如有90%以上是废话 这个人就容易感到快乐 假若废话不足50% 这个人就不容易体验到快乐的感觉 前者表现为微微而谈 喜笑颜开 后者表现为闷闷不乐 郁郁寡欢 表面看起来废话是消磨时间的杀手 可生活里的小确幸却都由废话组成 也许是夫妻两人睡觉前说的家长里短 也许是和恋人互相倾诉的爱和依恋 也许是朋友之间聊的八卦 也许是爸爸妈妈翻来覆去 对你说的劝诫 看上去没营养又没品味 并不能给生活带来多大的帮助 有时甚至听着还会觉得厌烦 可如果没有了他们 生活又该多么无趣 有个读者曾给我留言 说他老婆太能唠叨了 只要有他在的地方 就不会是安静的 他在看电视 老婆吐槽他不敢家务活 他在看书 老婆和他说些淋漓八卦 他要睡觉 老婆突然抓着他说 孩子的心理问题 他说他不反对老婆唠叨 可他每次都说不到点子上 往往一句话就能说完 他却偏要搬出一大堆废话 怎么都制止不了 有次他因为说话的问题 和老婆吵架 老婆很是伤心 从此对他实行冷战政策 还放了狠话说 你是不是以为我每天话太多 偏要对你说不可啊 行 我就不和你废话了 你就看着什么时候来求我吧 这位读者说 一开始啊 他可开心了 总算着用不着听老婆的唠叨声了 但三天之后 他就觉得 噎得慌 两人之间也不是一点话都不说 但老婆不会像之前那样 和他唠叨一长段时间 那时他才发现 原来你人说话的长度 是能收放自如的 他要是不想说话 绝不会和你多说一句 有时他突然想和老婆说些杂碎小事 老婆就用一句 不说废话 怼回来 三天一过 他就向老婆告饶道歉 我问他 是不是因为不习惯 他说 是挺不习惯的 但最重要的是 我发现 我还是挺喜欢听我老婆唠叨的 晚上下班回来 听他说说话 我整个人都放松不少 反倒家里冷冷静静的 内心就一阵空虚 再说了 我是他最亲的人 他不向我说废话 他和谁说呢 真是经历过就会发现 身边有个能让你想说什么 就说什么 不用担心哪句话说错 也不用思考哪句话是废话 不要怕聊得太久 会耽误休息 这是一种幸福 唠叨是种爱 废话是种快乐 最舒服的关系 莫过于如此 一个人越成熟 越会发现 说话已经变得不大容易 说废话 更是一件奢侈的事 因为不是每个人 都能给你时间 听你说话 也不是每个人 都能给你耐心 陪你聊天 工作上需要效率 说话简明是最好 人际交往上 说多了会有人嫌烦 要么找各种理由离开 要么直言你啰嗦 有时哪怕身边亲近的朋友 也不是什么事都能说 要么怕这个话题太过敏感 要么怕一番吐槽 是在传递负能量 要么怕说的太多 会有人在心里偷偷地骂 哪怕表面一片祥和 越是成熟 越是沉默 越是沉默 越会懂得身边 有个愿意听你说废话的人 才是真正的信实 你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 心里烦闷 怎么都抑制不住烦躁的情绪 很想找人倾诉 翻遍微信通讯录 手机联系人 却没有一个能说得上话 就连在朋友圈 你都不敢发泄 怕别人说矫情 于是多么想说的话 只能憋着 越憋越难受 人都有倾诉欲 很多人抑郁的起因 就是没有人可以说话 问过一个朋友 什么时候觉得生活最舒服 他说 和小姐妹聊八卦 说些废话吧 我问他为什么 他回说 我也说不清 就是觉得 只有在这个时候 成年人的压力全都消失了 哪怕我知道只是暂时 可就是发自内心的开心啊 舒服啊 有人说 只有小孩子 才能对着夕阳发呆以下午 而成年人 只能在下班路上 匆匆抬头 看一眼天边的月亮 可每个成年人心里 都住着一个小孩 多么希望 也能对着夕阳发呆 也能不用追赶时间 也能有那些片刻的快乐 和幸福 这个时代 事事都在逼着我们 抓紧时间 努力工作 学习 生活 的确 这些都很重要 我们要出人头地 要事业有成 要拼命争上游 可人这一生 总要有能喘口气的地方 拥有一段能说废话的关系 才该是最舒服 最幸福的事吧 其实 我们不必对每个人敞开心扉 这世间 也不会有太多 真正的感同身受 只需要有那个 可以陪你说废话的人 他可以是朋友 亲人 或者爱人 他能让你在奔跑的路上 陪你喘口气 能让你下班回到家时 有那片刻的轻松 能让你自由地缓解压抑 已久的心情 作家苏辰也曾说过 幸福大概就是找到了 一个愿意听你说废话的人 如果你遇上这样的人 请一定记得好好珍惜 我是莫菲 这里是静听 给自己一些专属的时间 来倾听内心的声音 太过了 但是 会访搜索